80后的小伙伴们肯定对电视剧《宰相刘罗锅》一点都不陌生 就算没有看过也至少听过他的大名 剧中刘罗锅的形象是个精瘦的小老头 而且背部微微隆起好像是个天生的驼背 然而1958年刘罗锅的棺木出土 人们才发现刘罗锅不仅不是个驼背 还是个身材高大的男人 毕竟他的小腿腿骨长度就达到了0.75米 据推测他的真实身高应该在1.9米左右 果然电视剧里都是骗人的 刘罗锅本名刘庸 乾隆16年重进士 先后出任过太原府之府 江宁府之府 底仁阁大学士等职 向来以经正连结文明于世 事实上刘庸除了刚入官场时 在汉林院任职过一段时间 很快受父亲失职的影响被外放后 他的早期官职大部分都是地方官 一直到乾隆47年才被调入京中 嘉庆四年 刘庸奉旨办理和珅一案 虽然此时的他已有八十高龄 但形势作风仍然果敢 公元1805年1月 刘庸在家中病逝 享年85岁 算是寿终正寝 功德圆满 民间有传言说 就是因为刘庸个子太高 常年功身练字 背才有点拖 而且嘉庆登基时 他已是八十岁的老人 弯腰驼背也很正常 嘉庆于是给他起名刘驼子 后来民间才有了刘罗锅的教法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